现在这个科学叫前卫科学 因为还没有被所有科学家承认 这是在实验的阶段 他们在全世界到处搜求证据来证实 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证据里面 他们看重了疗愈 就是医疗 这个人得了严重的癌病 不治之病 医院宣布他的存活期 你还能活多久 大概一两个月 叫他家人带回家去 给他准备后事 顶多一两个月 这些人等于被宣判死刑了 没有这个存活的希望了 他也不想活了 这里头有一些宗教信徒 于是听了这个话 也很难得他沉得住气 他不想他的病了 也不想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了 天天在家里祷告 求上帝带他到天堂去 对病身都不想了 每天做祷告 一两个月之后 他觉得身体没什么 这个不好的反应 到医院再检查了 他病好了 所以医生感觉到这是奇迹 那么有些人认为 这是他祷告 上帝保佑他的 其实都不是 科学家懂得 他念头转变了 因为他两个月 不想他的身体 不想他的病 于是这两个月的身体的时候 就自然恢复健康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念病 念身体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你必死无疑 为什么呢 念头你帮助他增长 等于说给他营养 给他生命 你根本不理他 把他忘掉了 那个病毒的细胞 他就好像饿死了 他没有营养 没有补充 一两个月的时候 他不能存 不能存活 这个细胞就 病毒细胞全死了 再去检查 细胞恢复正常 这就是念头产生的作用 我这是一天机的